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惊弦联合出品的《茅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娘 第421集 我要活的 刚才一通枪响 将提拉那些亲信全都干掉了 现在这大姐头就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了 顿时陷入了绝境之中 而枪声一响 刚才跪在地上的托尼和瓦娜顿时从地上站了起来 威赛哥 做得不错呀 这 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吗 是啊 不将大姐头引到这野人山里边 在巴提亚还真是不太好动力 毕竟在巴提亚 大姐头的势力太庞大了 但是你要是死在这野人山里边 可是没人知道的 宋文大哥就可以趁机上位 将你巴提亚地下龙头的位置取而代之 怎么样 我们这个计划还好吧 宋恩 竟然是宋恩 他跟了我至少有六七年了 是我最得力的首相 我还想着 等过两年将巴提亚地下龙头的位置 让给他做 他现在就已经等不及了吗 提亚地下龙头 你也不要怪宋恩大哥 他也是为了兄弟们着想 你不主张搞毒品生意 兄弟们没钱赚 就只能出此瞎策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将大姐头给绑了 托尼和瓦娜顿时反应了过来 直接找来的绳子 就朝着提拉走了过去 大姐头 对不住了啊 我们也是为了求条生路 嘿嘿 托尼黑黑笑着便走到了提拉的身边 拿出绳子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发生了变故 等托尼的手艺抓住提拉的手臂的时候 那提拉突然发难 一下将托尼反手亲住 然后就朝着那刀八头魏赛格的方向 撒出了一大把白色的粉末 在撒出粉末的一瞬间 魏赛格身心一晃 快速躲闪开去 但是他身边的两个人并没有躲开 被那粉末撒了一身 那两人顿时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 脑袋上冒起了白色浮臭的烟雾 大块大块的肉掉在地上 很快就看到了森森白骨 疼得那两个家伙满地打管 提拉用的是姜头粉 比硫酸的腐蚀之力还要强大 在他做出这般举动的时候 很快便有人举起了枪 朝着他这边扫了过来 提拉将那托尼的身子往前一推 用托尼挡住了朝自己倾斜而来的子弹 那托尼顿时浑身乱颤 被打成筛子横死当场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提拉身心一晃 朝着一旁的树林闪身出去 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 刚一藏好身形 无数子的便朝着那棵大树打了过去 直打得树皮横飞千疮百孔 刀把头朝着身后一挥手 指挥着剩余的二十多个人 别把人打死了 要活的 说着他便带着那些人 朝着提拉藏身的地方包抄了过去 等有人刚一走到那大树旁边 紧接着便是一声惨叫 倒在了地上 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招数 威赛格大怒 直接抽出一把砍刀 朝着大树后面看去 提拉也抽出一把刀 顿时跟那威赛格拼杀了起来 当他们在拼斗的时候 那二十几个手下也一轰而上 将提拉给团团的包围了下来 别看提拉是个女人 手段十分强悍 一人力敌二十多人 不断有人倒在他的弯刀之下 不过威赛格的那些手下 也不乏高手 过了十几招之后 那提拉大姐头就处于了下风 被那些人给强力压制 对方是有备而来 一定是要将他给拿下的 双方又过了十几招之后 突然那威赛格一脚踹子 在了提拉小腹之上 将其踹的一声闷哼跌落在地 不等他翻身而起 好几一把刀直接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提拉大姐头 你还是不要再挣扎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已经彻底输了 说着那几个人便将提拉大姐头 给摁在地上 拿出了类似于捆仙绳一般的东西 将他给五花大绑 从地上一把拽起 提拉的修为不错 只是那威赛格和其余的那些人 手段也很强 在二十多人的围攻之下 提拉便支撑不住 直接败下阵了 现在受困于人 提拉面色一片阴沉 看向威赛格的 威赛格 念在你跟着我身边 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 你给我一个痛快的吧 你倒杀了我 提拉大姐头 你知道吗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一直都十分喜欢你呢 我做梦都想得到你 无数次幻想将你压在身下的情形 今天我好不容易实现了这个愿望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轻易地死掉呢 大姐头 我太喜欢你了 我威赛格见过那么多女人 你是我最中意的一个 其实 我一定要得到你才行 说着那威赛格一把捏住了 提拉的光洁如玉的下巴 呼吸都变得粗重了起来 那提拉顿时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悲愤交加 眸子里闪过一抹寒光 直接朝着那威赛格的脸上 吐了一口痛 威赛格离得太近 没有多闪开来 顿时被吐了一脸 但是他看起来并不恼怒 伸手抹了一把脸 黑黑笑道 我欠你还是乖乖地听话 无论如何 你今天都逃不出我的手掌筋 现在是我跟你一个人 你再敢反抗 老子就让兄弟们全都上来跟你玩 我看你再动一下试试 卑赛格 念在你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给我来一个痛快的吧 杀了我 我求求你 杀了我吧 大街头 我怎么可能舍得杀你啊 大街头 今天 你就是我的了 说着 那魏赛格就朝着提拉扑了过去 撕扯他的衣服 那提拉被绑着 身子也在极力挣扎 只是这般已经有些无济于事 此刻 不远处的格宇他们 已经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看到那女人被欺负 众人心中都生腾起了一团无名之火 格宇本来不想多生是非 可是听到 那个魏赛格称呼的女人 为提拉大姐头 顿时便觉得名字十分熟悉 好像在哪听过 于是便转头问众人 我怎么觉得 提拉这个名字有效耳熟呢 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去的大爷的 这个提拉 不会是跟五九阴有一腿的那个太后女人吧 之前我还问过薛晓芹 薛晓芹跟我说 提拉是巴提亚的地下龙头 在巴提亚是最厉害的女人 一说到这个女人跟五九阴有关 众人的脸色不由的都是一变 如果现在视而不见的话 估计回去都没脸去面对五九阴了 事情到了这般地步 不插手是不可能了 不等格宇做出什么反应来 那边黎泽剑早就已经动手了 那把神剑追魂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魏赛格那群人就飞了过去 连着几声飞剑穿透胸骨的声音 好几个人连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便纷纷地倒在了地上 要说恩情 五九阴对于黎泽剑的恩情是最大的 要不是他带着人杀到龙虎山 将其解救出来 说不定这会儿 黎泽剑的坟头草都长得老高了 为了这份情意 更是为了报恩 黎泽剑必须要出头 不管这是不是五九阴的女人 哪怕是跟他有一些牵扯的女人 黎泽剑都要将其救下来 正在撕扯提拉衣服的魏赛格 看到身边有铜板倒在了地上 顿时吓了一大跳 一下松开了提拉 转头四顾看去 让他看到突然有几个人 从草丛里边杀了出来 一个个手中都提着宝剑 瞬息之间就到了他们身边 这么近的距离 枪已经不管用了 那边刚有人举起了枪 黎泽剑的飞剑就斩了过来 从他胸口扎了过去 还离得有一段距离 黑小色就朝着那些人批出了一剑 这一剑出去 便是连制十几道奸营 将那些人给斩得七零八落 一地是块 几个人这一波冲杀 对方就倒下了七八个人 偷袭很成功 魏赛格大惊失色 惊恐道 你们是什么人 是你妈 格宇也是怒火中烧 一剑就朝着魏赛格的脑门上 劈砍了下去 魏赛格大惊 连忙摸出一把砍刀 架住了七星剑 此时的格宇心中火大 这一剑是雷霆一击 用上了尸程的力量 那魏赛格虽然修为不错 但是跟格宇之间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刚一接触七星剑 魏赛格的身子一晃 脸上的肌肉都抖动了起来 下一刻 直接被崩飞出去了 七八明远 落在了地上 只是跟格宇过了一招 他便知道不是格宇的对手 这一剑震得他气血翻涌 差点连血都涂出来 这样的凶人 跟他对敌 简直就是找死的 于是魏赛格翻身起来之后 直接朝着林子深处钻了过去 动作很快 跟猿猴一般 其实这些人当中 最为惊讶的应该是提拉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根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这些冲出来救自己的人 他是一个都不认识 格宇嘴角荡起一丝冷笑 紧接着便催动地的树 身形一下凭空消失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魏赛格的前面 提着剑在等着他 魏赛格一边跑 一边惊恐地往后看去 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格宇 站在他前面的十几密处 顿时吓得惊恐地大喊了一声 你跑不掉 受死吧 格宇举起了七星剑 指向了魏赛格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冤仇吧 为什么要对我们动手 下去地狱 问阎王老爷吧 格宇说着 直接举一剑便砍 魏赛格自知是跑不掉了 刀也生出了一股子血泳之气 大喀了一声 也举起了刀 朝着格宇迎击了过去 两人对撞在一起 刀剑相击 一连过了七八招 叮当作响 直冒火星子 七八招过去之后 格宇一剑便将那魏赛格的肩膀 给砍出了一道血口子 然后一脚飞出 将他踢飞出去了 好几米远 魏赛格倒地之后 格宇紧接着又是一个缩地成寸 再次到了他的面前 想要一剑了结了他的性命 只是 那魏赛格竟然一挥手 朝着格宇洒出了几条毒虫 还好格宇反应比较快 在他洒出那些毒虫的时候 连忙躲闪了开来 将格宇逼退 魏赛格捂着流血布纸的肩膀 继续朝着林子深处狂奔 格宇低头看了一下地上的毒虫 竟然是四五只大马鹿 对于这些毒虫 格宇不做理会 而是抬头朝着魏赛格逃跑的方向 看了一眼 下一刻 格宇直接举起七星剑 掐了一个法绝 逍遥明明 太上赤裂 猫山弟子 手掌七星 我离其剑 七把燃烧着蓝色火焰的小剑 顿时尽数朝着魏赛格的方向而去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惊弦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娘 第四百二十二集 因为我的孩子 魏赛格只来得及回头看了一眼那七把小剑 想要闪避开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那七把小剑有一把直接从后腰处扎进了他的身体 然后蓝色的火焰顿时在他身上蔓延开来 其余的六把也扎入他身体各处 魏赛格的声音戛然而止 直接倒在了地上 不消片刻 等那蓝色的火焰熄灭之后 魏赛格已经化作了一团灰烬 格宇一抖手将那七把小剑收拢回来 重新挂在腰间 走到魏赛格的尸体旁边看了一眼 这才重新折返了回来 等他回到先前那片空地 发现魏赛格的那些手下 已经全部都被黎泽剑他们给干掉了 二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之中 黑小色首先走到了提拉的身边 仔细地端详了两眼 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这妹子也太美了 高鼻梁大眼睛 皮肤细弱凝脂 身高腿长 前途后翘 简直就是人间有物啊 心中不禁想到 怪不得吴九音这样的人物都拔不动腿呢 这女人还真不是一般的极品呢 提拉被黑小色那色眯眯的眼神 盯得有些发毛 略带惊恐地问道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 弟妹啊 我们这也是碰巧了 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还能碰到你 提拉一脸疑惑地看着黑小色 别着急 我先给你解开绳子 咱慢慢耍 黑小色笑着就凑进了提拉 帮他解开了身上的绳索 靠得近了 他闻到从提拉身上 散发出一股子好闻的香味 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暗道好香 解开绳索之后 提拉摸了摸被捆得生疼的手腕子 连忙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服 此时 格宇和黎泽剑他们也已经凑了过来 站在了提拉的身边 小嫂子 你还好吧 此刻的提拉依旧是一脸懵逼 黄顾了一下几人之后 再次疑惑地问道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应该不是缅甸人吧 不是 我们是送滑下来的 一说是滑下来的 提拉的眸子顿时一亮 脸色突然微微红了起来 提拉妹子 我们是五九音的朋友 此时 黎泽剑走了上来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黎泽剑说的是汉语 也不知道提拉能不能听懂 但是 当他一说出五九音这三个字的时候 提拉的呼吸变得粗重了起来 身子激动得有些微微发抖 如此看来 他是能够听懂汉语的 你们真的是小九哥的朋友 提拉一问出这话 顿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刚才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他都不掉一滴眼泪 他是巴提亚地下室里的大街头 手底下有一大票兄弟跟着他做事 可是这样一个强悍的女人 在听到五九音这三个字的时候 那眼泪便汹涌而出 其人看到他哭成这个样子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了 之前大家伙只是猜测 本以为提拉跟五九音 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至于五九音跟他有一腿的事情 还是花和尚那小子杜撰出来的 可是看到哭成这个样子 大家便觉得老花说的事情 并不是子虚乌有了 很有可能这个提拉跟五九音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哭了好一会儿 提拉可能自觉有些失态 擦了擦眼睛 这才用十分标准的汉语问道 我小九哥过得还好吗 格宇愣了一下 心中不禁一沉 心想着提拉对五九音的感情这么深 难道之前他们没有联系过吗 五九音现在可已经是结婚的人了 顿时让格宇有些转不过弯来了 小九哥挺好的 是不是你们在华夏听到什么消息了 所以就赶过来救我 是不是小九哥知道了些什么呀 这个 我只能说是碰巧了 我们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消息 小九哥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什么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一个朋友种了酱头树 来引山找一个叫沙旺的酱头师 来解酱头的 提拉的眼神很快就变得有些暗淡 点了点头说道 还是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救了我一命 谢谢 不要说什么谢不谢的 既然你是小九兄弟的女人 那没得说 不要命了也要将你救下来 你们说的那个沙旺上师我有听说过 此人是一个十分高明的酱头师 尤其是虫将 在整个东南亚 没有人能够比得过她 可是 自从几年前 她就突然的消失不见了 原来 是躲在这野人山里面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不过 我倒是有些担心你呢 小弟妹 刚才那些人说的话 我们都听到了 你的地盘都被人抢了 你下一步 答案怎么做 现在提拉的情况 有些复杂 根据提拉所说 这个宋恩 一直都是她的得力助手 帮着她处理了很多棘手的事情 很受器重 基本上算是提拉所在的 势力中的二号人物了 这次她怎么也没想到 最为信任的手下 竟然会出卖自己 简直就是瞎了眼了呀 黑小色不担忧地问道 小弟妹 我说 你现在回去的话 怕是很危险的 你说的那个宋恩 估计已经将你所有的势力 都纳尔挥下了 你现在回去 很有可能是送死 不如过几天 各个灰花下 各往小九兄弟 过日子去吧 提拉脸色不由的一红 不值得该如何做的 但是 各一等人不由的 都是心头一跳 黑小色还真是什么都敢往外说 五九英可是娶了老婆的 而且还是沉船老祖的后人 一个极品大美女 数次相见 都看到他们恩恩爱爱 夫妻关系很好 如果将提拉带回华夏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绝对是给五九英惹出一个大乱子 也或许只是提拉一厢情愿 众人都看到过五九英看陈青聪的眼神 满满都是爱意 那种看人的眼神 绝对不会再对第二个人 动什么心思 黑小色说出这个提议之后 气氛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感觉有些尴尬 不过提拉肝壳的一声 正色道 不行 我必须要回去 你都这样了 为什么还非要回去呢 那个叫宋恩的家伙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 因为我的孩子还在巴提亚 这巴提亚的大姐头 我可以不做 但是我必须要将我的儿子 给带回来 这话一出口 众人不免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前这个提拉青春靓丽 怎么看都感觉不像是有儿子的人呢 格宇很想问那个孩子 是不是五九英的 疑惑着这孩子的爸爸是谁 但终究没有问出口 这才初次见面 就问这样的问题 感觉十分鲁莽 不过提拉的这个理由 绝对充分 无论如何 她都要回巴提亚一趟的 沉吟了片刻 李泽见便道 提拉妹子 不如这样吧 我想你一个人回巴提亚 肯定危险性很大 要不然 你先跟我们走 等我们处理完了 手头上的事情 便跟你一同返回巴提亚 这样 不但可以杀了那宋恩 还能请你儿子给救回来 你觉得如何 对于这几人的手段 提拉是完全相信的 魏赛格和他找来的那些手下 修为虽然是很不错了 结果被他们四人一拨冲杀 全给解决掉了 就凭着这手段 挽回局面完全不成问题 不过提拉舅子心切 连忙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做 很急吗 挺着急的 我这位朋友中了蝎王将 暂时被压制住了 必须要尽快找到杀王省师才行 要不然一过了时间 他的小命就没了 竟然是蝎王将 这可是黑衣将头师 尼迪的独门重将 基本上 除了他自己之外 就没有人能够解开了 你们怎么会招惹到尼迪呢 他可是东南亚第一将头师 拉翁的徒弟 在东南亚只要是得罪了尼迪 肯定是不能活命的 这事儿就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了 以后再跟你慢慢解释吧 现在你只需要确认 跟不跟我们一起去找杀王上师 如果咱们走快一点 再走一天多 应该就能找到杀王上师所在的地方 把我身上的事情给了结了 我们紧接着 就跟你回巴提亚怎么样 可是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我的孩子 我怕宋恩会对他动手 他还那么小 提拉一提到自己的儿子 眼眶顿时又红了起来 李泽健叹息了一声道 我多句嘴啊 你现在回去也是无济于事 如果宋恩想对你儿子下手的话 估计早就已经动手了 不想动手 他还会一直活下去 不过我觉得你儿子活下去的希望很大 这件事情如果是我来做的话 我肯定会将你儿子压下 当作筹码 如果计划失败了 还可以用你儿子来要求你 所以你挽回这几天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众人纷纷点头 觉得李泽健大哥分析得很到位 经过他这么一分析 提拉的心情也放松了不少 沉吟了片刻 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好吧 我跟你们先去找沙望上师 然后再去巴提亚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好好的谢谢你们 这份恩情 我提拉记下了 这有什么呀 等我们回去 让小九请我们喝顿酒就是 时间不早了 咱们是走呢 还是原地休息啊 我看大家还是歇着吧 明天一早再走也不迟 说不定明天晚上就能找到 沙望上师所在的地方 既然如此 大伙也只能原地休整 正好这里有那些对付提拉的人 留下的各种装备 肉还在架子上烤着 帐篷睡袋之类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妥贴 更美的是 钟锦亮还在那些人 留下的东西里 找到了几瓶洋酒 虽然没有白酒好喝 不过在这种鬼地方 能够喝点酒 简直就是太美了 除此之外 众人还将二三十具尸体 全都拢在了一起 直接放了一把火给烧了 等忙活得差不多的时候 歌宇突然发现 好像少了一个人 你们看到搜温没有 这么久了 怎么一直都没有看到他 一提到搜温 众人都吓了一跳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他可是帮着他们 找到沙望上师的唯一途径 这小子不会趁乱 直接跑了吧 众人的心中不免有些惶恐 格宇首先带头朝着他们 之前藏身的那个地方 走了过去 等到了那儿一看 发现这小子果真是不在 还以为会跟上次一样 吓得抱着脑袋躲起来 没想到这会儿 这小子胆子肥了 竟然逃跑了 四处都没有找到他 李泽进阴沉沉地说道 不用找了 这小子肯定是刚才 趁我们拼斗的时候逃跑的 他早就不想跟我们在一起了 他大爷的 看黑爷找到他 不把这小子的皮给扒下来 这才没多久 顶多半个小时都光景 他应该跑不远 我找找他便是了 说着 格宇拍了一下聚灵塔 所有的鬼物都飘飞了出来 朝着林子四处飘大 这么多老鬼 对于人的生气最为敏感 索文又是一个普通人 没什么修为 即便是对野人山再熟悉 那也跑不了多远 接下来 众人便是静静地等待 约莫也就半个小时左右的光景 一个老鬼那边传来了消息 说是已经找到了索文 那老鬼说 他并没有跑远 而是找到了一个山洞躲了起来 他发现索文之后 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守在那个山洞的洞口处 然后直接跟格宇进行了联系 听到了老鬼的汇报后 格宇回头看了众人一眼 走吧 人已经找到了 众人点了点头 跟着格宇朝着那个老鬼的方向走去 大约走了有二十多分钟 在一处山傲处 众人看到了那个老鬼 那老鬼说 在草丛的后边有一个山洞 索文就躲在那里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四百二十三集 镇中小屋 这个地方索文肯定以前就知道 这小子之所以会跑 估计是觉得他躲在这里 众人只会在林子里四处寻找他 而不会想到他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但是他太低估格宇他们的手段了 来到洞口之后 黑小色紧急着大声喊道 索文 你小子出来吧 我们知道你在里边 黑小色这么一喊 里边根本没动静 钟锦亮也恼了 直接说道 不出来是吧 不出来 我们就放火烧了这个山洞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此话一出 可是吓坏了索文了 连忙大声道 别动手 我出来 我出来 不多时 但见索文就拨开了草丛 有些灰头土脸的从山洞里爬了出来 这小子是惧怕格宇他们对了动手 一爬出来便可怜兮兮的说道 别杀我 我害怕呀 你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害怕 但你们找到杀王上之后 你们会杀了我 所以 格宇走到了索文的身边 伸出手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索文吓得身子一软 差点瘫下去 索文大哥 之前我就跟你说了 不会伤害你的 只要你带我们找到杀王上尸 没有人会动你跟韩毛 你怎么就不信我们呢 我觉得 我还是谨慎一些的好 我只想活着 当时看到你们去杀那些人 简直太可怕了 我脑子一热 不由自主的就跑了 我是真的太害怕了 听到索文这般说 众人的心中的怨气消解了不少 索文大哥 就算我求你了 你带我们去找杀王上是吧 格宇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索文不敢抬头 看格宇的眼神 只是漠然的点了点头 不过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众人对索文就开始有了防备之心 如此 众人带着他又折返回了刚才那个地方 各自回了帐篷里边睡下了 在睡下的时候 格宇还特意放出一个老鬼 守在索文的帐篷旁边 防止这小子再跑 另外还有胖妞 在外边放哨 半夜的时候 格宇睡不着 突然有一个影子 出现在他帐篷前面 格宇愣了一下 谁啊 是我 你黑格 格宇打开了帐篷 将黑小色给放了进来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有些事想找你聊聊 怎么了 黑格 这件事情啊 真是辛苦你们了 为了我 大家伙奔波万里 我这心里啊 真是有些过意不去 黑格 这不太像你啊 你说这样的话 我还真是有些不太习惯 也没啥 就是睡不着 找你聊聊天 说几句 笑语啊 我黑小色的朋友并不多 但是认识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万一我身上 这酱头解不了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黑格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 我们一定会找到 沙王城市 帮你解开身上的蝎王将 你不要多想 实在搞不定 我们就去找尼迪 找他给你解开蝎王将 你放心就是 有兄弟们在的 我知道有兄弟们在 什么事情都有 万一不是 我的意思是 万一我要是搞不定 大家伙也不要勉强 不能为了我一个人 让所有人都跟着去冒险 万一有人丢了性命 我黑小色一辈子都还不起 你想多了 事情没影响那么复杂 赶紧回去睡吧 对了 万一 我要是不在了 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小师职 我们爷儿俩关系一直不错 当年在武当山的时候 我没少带着他惹是生非 除了我师父之外 就只有跟这个小师职 自己亲近了 你还说啊 张艺涵那小子 还得你自己照顾 关我鸟事 你给我好好地活着 这事儿没商量 好吧好吧 这是咱们不提 我跟你说说 那个吴九阴小情人的事情 你说 这太鬼妞长得真漂亮 别看着吴九阴那小子 一文正经的模样 其实啊 都是男儿本色 直接让人给睡了 我觉得提拉说的那个孩子 很有可能就是吴九阴的种 你说这事儿 吴九阴知不知道 我说黑哥 你怎么那么八卦呢 吴九阴跟提拉的事情 是花盒上传出来的花边新闻 根本就做不得准的 提拉这么一个大美女 那肯定有很多人追啊 那孩子也不一定是小九哥的呀 小语啊 还是太年轻 太嫩了 你是不知道 我观察得很仔细啊 看人也很准啊 一提到吴九阴的时候 提拉的眼睛都是放光的 而且还会脸红 只有一个女人真心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表现 我觉得提拉的孩子肯定是吴九阴的 格宇也不想跟他扯这个话题 不过他也觉得很有可能 只是现在吴九阴的情况很复杂 都已经结了婚了 估计以后跟提拉也不会有什么交集 而且格宇隐隐觉得 吴九阴不像是那种人 如果提拉给他生了孩子 吴九阴难道这些年就会不管不问吗 除非他不知道有这个孩子 两人又闲扯了一会儿 格宇便让黑小色回去睡觉了 折腾了这么久 格宇也是累了 迷迷糊糊地睡了几个小时 便已是天光大亮 起来之后 众人各自收拾了一番 便准备启程离开这里 之前魏赛格那些人留下了很多马匹 众人也没有浪费 将那些马上带着的毒品一把火烧光 每个人都骑了一匹马 在苏温的带领之下 继续在丛林之中赶路 有了这些马 众人行进的速度就快了许多 一路之上马不停蹄 一直到天黑之后 终于赶到了沙望上师修行的那个地方 但是走到那一片地方之后 苏温却有些发懵 这一片地方他很是熟悉 也来过好几次了 但却怎么都找不到沙望上师 之前修行的那个地方了 而且这时候 这一大片林子里还起了雾 但是并不是瘴气 格宇他们几个人都是修行者 打眼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地方已经布置了一道法阵 是防止有人闯到这个地方来的 去年的时候 沙望上师便告诉索温 不要再给他送补给过来了 格宇猜想 可能是沙望上师 今年修行圆满 达到了一定境界 是要出关的节奏 所以才让他停止了运送补给 正在索温拍着脑袋找路的时候 格宇就已经跳下了马 从身上将那罗盘给拿了出来 开始寻找阵眼 其实看到这法阵呢 众人心中还是十分开心的 因为有法阵在 那就说明沙望上师 还在那法阵之中修行 如果他真的离开了 也不会继续留着这法阵 完全毫无用处 如果一旦有人误闯此阵 可能会被困死在里边 接下来 格宇便用八卦镜开路 带着众人 走过了一处处布置出来的阵眼 朝着法阵里边走去 不过格宇并没有将法阵给破坏掉 一旦将这法阵给破坏掉 那就是跟沙望上师结怨了 到时候人家不给黑小色解将头 那就麻烦了 一路到这法阵之中 眼前顿时豁然开朗 刚才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林子 还有白色翻滚的雾气 可是法阵之中的情景 却是一片十分平坦的所在 在法阵里边 离了众人有一两里路的地方 有一栋用草木搭建起来的小房子 尤为引人注目 一看到小房子 那索文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指着说道 就是那里 那里就是沙望上师修行的地方 之前我来过 众人心中大喜 连忙加快了小步 很快众人就到了小房子附近 远远的就飘过来了一股子腐臭的味道 十分刺鼻 怎么会这么臭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索文也感觉到了 立刻朝前走去 等走到那里一看 所有人都跟着倒抽了一口冷气 尤其是索文 直接就是一声惊哄的大叫 一屁股坐在地上 浑身忍不住打起了摆子 因为众人看到 在那房子前面的一处空地之上 横七竖八导致十几具尸体 而且这些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很多蛆虫在这些尸体上面 来回翻滚 还有很多绿头苍蝇 飞来飞去 那场面 让人看了 禁不住胃里一阵翻腾 钟锦亮之前 没见过这种场面 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 干呕了两声 直接跑到了一旁 狂吐了起来 将昨天晚上的隔夜饭 都给吐了出来 众人捂着鼻子 看到着恐怖的一幕 一时间全都愣在了那里 不知道该干什么好 这地方不是 沙望上师清修的地方吗 怎么一下子 多出那么多死人呢 沙望上师 哪里去了 正疑惑不解的时候 格宇首先拿出了一个主意 看向了身旁的索温 索纳哥 你跟我 都那边瞧瞧 看看有没有 沙望上师的尸体 别 我不敢啊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你确定这里 是沙望上师 修行的地方 我当然确定 这地方我来过很多回 是不会记错的 众人的心头 顿时浮起了一种 很不祥的预感 这种情况看来 那沙望上师 很可能就不在了 即便是还活着 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待着 要不然 也不会着尸体 没人收敛 诸多的疑问 浮上了众人的心头 格宇再次跟索温道 索温大哥 你必须要跟我去确认一下 这里面 到底有没有 沙望上师 这对我们很重要 索温看了一眼格宇 看到他脸色一片肃然 顿时有些后怕 他也知道 这些都是说杀人就杀人的主 如果自己一直坚持的话 真有可能将自己给杀了 最终索温点了点头 忍着满心的恐惧 跟在格宇的身边 小心翼翼地 朝着那些尸体 换步走了过去 离了距离远一些还好 当一靠近 那臭味简直难以忍受 熏得人头晕眼花 格宇还能屏住 呼吸一段时间 但是索温却不行 不光是要闻着 浮出的气味 还要去看 那些尸体高度腐烂 都已经膨胀了好几圈 肚子鼓胀地 跟个皮球一样 皮肤全都是可怕的 青黑之色 眼球全都脱离出了眼眶 一片惨白 索温忍着极度地恶心 去分辨那些尸体 但是怎么都分辨不出来了 因为这些尸体腐烂的时间 太长了 脸部也大多已经变形 哪里还能认得出来 这些死去的人 就连身上穿的衣服 也差不多 而格宇在看这些尸体的时候 却发现了几处疑点 这些尸体旁边 都散漏着一些法器 比如降魔杵 法刀 佛珠等物 另外这些尸体 大多都有外伤 格宇凑到一具腐烂 特别严重的尸体旁边 仔细去敲 发现那具尸体的胸口处 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 里边依旧有蛆虫翻滚 格宇从旁边找到了一把 散落在地上的刀 拨开那具尸体的胸口一看 发现那具尸体的心脏 不翼而飞 随后 格宇又去瞧另外几具尸体 发现所有的尸体都是一样 皆不知道被什么古怪的东西 将心脏给去走了 看那伤口的祸口 好像是什么怪兽的爪子 一下抓破了心口 肋骨都碎裂了 这力道真不是一般的恐怖 正在格宇悟自心惊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 奇怪的声响 一种巨大的危机感 顿时笼罩在了心头 在肩不容发之际 格宇立刻就催动了地顿树 一把拉住索尔那胳膊 消失在了刚才的地方 两人的身形刚刚消失 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惊天动地 无数粉红色和白滑滑的东西 四处崩飞 即便是格宇带的苏温 躲到了十几米开外的地方 有些东西还是落在了脚边 格宇低头一看 发现那些落在地上的东西 竟然是一些碎肉和白色的蛆虫 必然是那些尸体里面 冲了太多的气体 最终爆裂开来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讲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羊喵 第四百二十四集 草房拐啸 格宇是躲开了 但是黑小色他们 就在那尸体的附近 其余的人江湖经验丰富 但终尽量是个新丁啊 并没有完全躲开 被那散发着恶臭的蛆虫和碎肉 蹦践了一身 这小子刚才已经吐了一阵 这般一来 脸色更是痛苦到了极点 再次张嘴干呕 连酸水都吐出来了 正好不远处有条小河 跌跌撞撞就朝着那条小河的方向 奔了过去 一脑门就扎进去了 清洗身上的污秽之污 其余的人 身上也多多少少沾染了一些 也是恶心的不行 不过看提拉身上 似乎并没有沾到 估计他是经历过这种场面 提前有了防备 抑或使他扛不住 这恶心的气味 一直没有靠近 格宇转头看向了 有些发懵的索瘟 问道 你刚才从那些尸体里边 找到杀网上尸了吗 没有 这根本分不清楚 尸体都腐烂得太厉害了 不过 我感觉这些人当中 应该没有杀网上尸 格宇愣 正要问原因的时候 忽然间从那小草屋的方向 飘出来了十几道黑色的气息 静止朝着那些尸体落了下去 瞬息之间 那些尸体一个个全都从地上爬了起来 朝着围在不远处的人扑杀过去 有些尸体刚一站起来 就开始突然爆裂 碎肉蛆虫横飞 混合着白色的骨头茬子威力极大 在惊恐之余 由于众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离着那些尸体远了一些 不过还是被这突然爬起来的腐蚀 给吓了一跳 接连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苏文看到那些腐烂的尸体 朝着他这边奔来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心理成熟的能力极限 顿时吓了一声惨嚎 转头便要逃跑 格宇一把拉住了他 别害怕 有我呢 眼看着那三四具腐尸 离着他们有七八名远 格宇直接举起了七星剑 催动火力七剑的手段 朝着那几具腐尸轰然落下 那些腐尸不知道被什么写法控制 根本不知道躲闪 静止被七把小剑扎入身体之中 然后轰然一声爆响 火焰瞬间席卷全身 烧得是琵琶作响 连带着他们身体内的蛆虫 全部烧得爆裂开来 当那离火之力席卷那些腐尸全身的时候 顿时从腐尸的天灵盖上 飘飞出几团黑色的细袭 继续朝着格宇这边猛扑过来 紧接着格宇一排巨灵塔 将凤仪和几个老鬼放了出来 直接迎上了那几团黑气 格宇也能够瞧得出来 那些腐烂的尸体 是由几个强悍的神魂控制 凤仪这般的道行 完全可以将其控制住 在格宇对付那几具腐尸的时候 黎泽剑他们那边 也跟其余的腐尸拼杀了起来 隔着老远 格宇就看到 那把飞剑在半空之中来回穿梭 从那些腐尸的胸口扎进来扎进去 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对那些腐尸 产生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些腐尸的心脏早就已经没有了 黑小色也一抖手之间 甩出了一大片剑影 经那些腐烂的尸体 斩了七零八落 满地尸块 让他们无法再站立起来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手段 可是当那些腐尸无法站立之后 紧接着就会从天灵盖上 飘飞出一团团黑气 继续对他们发动进攻 格宇一看情况不妙 便要上去增援黎泽见他们 可被一直大喊大叫的索温给抓住了 站在这别动 格宇朝着索温怒吓了一声 吓得索温身子一抖 停止了喊叫 随后格宇放出了猫腰 让其守护在索温的身边 自己提着吸引剑 就迎上了那些腐尸 由格宇的加入 那些腐尸一句句地倒在了地上 然后格宇抛出了一火符 将腐尸给点燃了 尽数烧成了灰烬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雾免暗自心惊 刚才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沙旺尚师到底去了哪里 无数疑问萦绕在众人的心头 正在众人惊魂未定之际 不远处奔过来了一个身影 正是刚才跳到河里洗澡的钟锦亮 他来到众人身边 看到满地的腐尸全都不见了 便疑惑地问道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就是过去洗了个澡 怎么腐尸全都没有了呀 黑小色简单地跟他说了一下 钟锦亮不免海然 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沙旺尚师不知死活 怎么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格宇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了黑小色 黑小色的表情十分淡然 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 黑小色还找格宇说出了那一番话 万一找不到沙旺尚师怎么办 没想到还真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一路走来千难万险 遇到了各种麻烦 没想到到了这里之后 竟然会没有找到沙旺尚师 其实从一开始找到搜温的时候 众人心中大概就有了一些预料 因为去年的时候 沙旺尚师便不让搜温给他送补给了 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可是众人仍旧不死心 便想着过来瞧瞧 结果还是令人十分失望 此时格宇突然想起了沙旺尚师之前说的话 他说那些腐尸之中好像没有沙旺尚师的尸体 格宇便想着问问索温 到底是如何分辨出来的 只要沙旺尚师还活着 那一切就还有希望 正当格宇要招呼索温过来的时候 忽然间不远处那小茅草屋的方向 传来了一阵节节如同夜宵一般的怪笑 这小声阴森刺耳 顿时让所有人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草屋里还有东西 李泽健眯起眼睛 看向那小草房的方向 再一次 所有人都如临大敌 纷纷摸出了法器 朝着小草房的方向靠拢 然而那古怪的小声只响了一下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等格宇走到那小草屋旁边的时候 便将罗盘给拿了出来 感受了一下小草屋中的阴煞之气 那罗盘上面的指针 很快疯狂地转动起来 转针 大凶之招 表明这小草屋之中 有十分可怕的邪物存在 即便是没有罗盘 众人将身上的气场蔓延过去 也能够感受到 这小草屋之中十足的阴煞之气 下一课 黎泽剑首先出手 让那神剑追魂直接朝着小草屋里面 飞了过去 但是飞剑这一进去 就没有再出来 黎泽剑直接一声闷哼 倒退了两步 什么情况 神剑追魂被控制住了 里面的邪物好强大 听闻此言 众人无不变色 这神剑可是认主的 就连当初那些龙虎山的老道 想要控制住都很难 竟然被茅草屋中的邪物给控制住了 这里边究竟是什么 众人正疑惑不定的时候 突然从那小草屋之中 弥漫出了一团十分浓郁的黑雾出来 在黑雾里包裹着一个身影 那个身影的手中握着一把金芒闪闪的宝剑 正是黎泽剑的神剑追魂 陡然间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吓了一跳 等大家再去看那身影的时候 呼吸也跟着变得沉重了起来 这个身影个头不高 也就一米多一些 看上去就是个三四岁小孩的样子 但是他那一双毛子怨毒滔天 凶莽死射 无边的杀气 从他那小小的身影上散发了出来 对于眼前这个东西 格宇和钟锦亮并不陌生 因为他们前不久就遇到了一个 这玩意儿正是山精 但是这个山精 跟之前遇到的那个还不一样 之前那个看上去 是刚刚成形不久 身上的气息还不是很明显 但是眼前这个身上气息浓郁的凝如实质 有着滔天的恐怖气息 一看到这山精从小草屋里 缓步走出来 众人都被他身上的气势震慑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 尼玛 这山精竟然厉害到 能够控制黎泽剑的神剑追魂 尽管那神剑在山精的手中 蒙鸣不止 想要挣脱束缚 可是还是被控制住了 不管怎么说 神剑追魂都是正道人士手中的法器 对于各种山精野怪都有克制作用 然而 眼前这山精竟然不怕 还能抓住神剑追魂 这就有些逆天了呀 同时在看到这句山精的时候 格宇的脑海之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眼前这个山精会不会就是沙望上师呢 这还真是很有可能的 之前吴九音从威蒙上师那里打听到的消息说 这个沙望上师几年前就躲在野人山苦修 是为了冲击更高的修为境界 说不定那个时候的沙望上师 所要冲击的境界便是鬼仙 而山精形成的条件 是必须要能够接近或者达到鬼仙境界的修行者 才可以炼化成山精的 之前小草屋门口导现了时举具腐尸 一看就是修行者 他们找到了沙望上师苦修的地方 用写法控制住了沙望上师 想要将他给修炼成山精 结果真的将沙望上师给修炼成山精了 但是却无法掌控成为山精之后的沙望上师 最后他将那些人给反杀了 山精一旦形成之后便已经失去了之前的意识 只知道在人的控制之下嗜血杀戮 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控制住 用沙望上师炼化的山精 结果就造成了这般悲惨的局面 能够拥有一具山精在自己身边 绝对可以让自己的实力增加数倍不止 所以这里才会聚集这么多高手 打起了沙望上师的主意 格宇想到这里心情无比沉重 心想这下是完了 如果眼前的这具山精真的是沙望上师的话 那他们这一趟绝对算是白来了 一个山精怎么可能会帮黑小色解开谢王将 众人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脚步不断地往后退去 此时那山精手里握着嗡名不止的神剑追魂 一步步地朝着众人靠近 每往前走一步 他身上笼罩的气势便节节攀升 恐怖地一笔 黑小色最先沉不住气 直接便朝着的山精甩出了几十道剑影 那山精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利呼啸 身形忽然拔地而起 躲开了黑小色的剑影 一闪身到了他的身后 用那把神剑追魂朝着黑小色的后心扎了过去 黑小色脚步一挫直接躲开 差一点就被山精给一剑刺住 吓得他脸色惨白惨白的 格宇紧接着也凑不上前 一剑朝着山精刺去 那山精不避不闪 直接一把抓住了格宇的剑刃 冲着格宇喷出了一口浓郁的湿气 格宇也吓得直接丢了七星剑 一个地盾树躲避开来 黑小色反手又是一剑朝着山精脑袋上砍去 这一剑是砍实了 但是落在那山精的脑袋上 却传来了一股巨大的反阵之力 这一剑就像是落在了一个铁疙瘩上面 并没有伤到那山精分毫 这山精的身体无间不摧 已经相当于一个道行十分强悍的僵尸了 好在站在不远处的钟锦亮也反映了过来 将那祖传的折扇打开 朝着山精的方向扇了过去 从那山里边一下飘飞出一股的白色气息 迅速的弥漫开来 朝着山精的方向蔓延而去 山精被那股气息包裹 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竟然后退了几步 倒地之后翻了几个跟道 等他爬起来的时候 看向钟锦亮的目光 都充满了惊恐之色 手中的两把剑也掉落在了地上 黎泽剑反应很快 一掐发觉 神剑追魂顿时一阵嗡鸣 再次落到了他的手中 一剑再少 黎泽剑立刻就有了胆气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茅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讲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娘喵 第四百二十五集 疯狂反扑 山精那双血红色的毛子 立刻锁定住了钟锦亮 将其视为大敌 但见了山精的身形 一阵飘忽 直奔钟锦亮而去 估计是想要将这里 对他威胁最大的给先灭掉 钟锦亮顿时有些发慌了 再次举起手中的折扇 不断扇风 将自己四周弄得鲜雾缭绕 那山精落到钟锦亮进前的时候 畏惧于他身边的气息 亦是无法上前 急得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 偏偏这个时候 那提拉就在附近 趁着山精不备 一刀就朝着山精的脑袋 劈砍了下去 那山精后背上就像长了眼睛一般 直接一挥手 用那双爪子挡住了提拉的刀 将提拉连人带刀一下崩飞了出去 提拉一声梦哼 滚落在地 山精好像又改变了主意 不再主动招惹钟锦亮 直接朝着提拉又跳了过去 提拉落地之后 刚刚爬起 就看到一只黑乎乎的爪子 朝着胸口处抓了过来 这一下若是抓实了 必要将心脏给掏出来不可 看到那山精朝着提拉的方向 冲杀而去 隔雨心中惊骇 连忙一个地论树闪身到了提拉的身边 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往后一扯 同时七星剑朝着山精黑乎乎的爪子 劈了过去 这一下劈了个正着 隔雨只觉得手上传来了一股巨大的反振之力 七星剑落在这爪子之上 还发出了一阵精气焦鸣的声响 震的剑差点脱手而出 不过这样一来 提拉却是被隔雨给救了下来 那山精凶猛 继续朝着隔雨扑过来 速度快地让人怀疑人生 还好 那山精的速度快 隔雨的速度也不慢 抓着提拉再次催动了地顿树 让那山精直接扑了一个空 等那山精一落地 黑小色黎泽剑和钟锦亮再次将他给包围了起来 主板强悍的手段全都朝着山精的方向打去 除了钟锦亮手中那把折扇能够压制住他一些之外 其余的手段根本对他造不成太大的威胁 最后那山精开始对众人展开疯狂的反扑 逼得黑小色和黎泽剑不断后退 要不是钟锦亮几次扇过去几道白色的雾气 估计这会儿黎泽剑和黑小色都已经中招了 此物凶悍 当真是让人无计可施 又过了几招之后 黎泽剑打出火气来了 招呼了一下钟锦亮和黑小色 暂时挡住了山精 他自己那边一掐法掘 直接用上了大招 随着他的咒语升起 小眼六变的手段轩急催动 一大片身影带着一大片神剑追魂 直接冲向了快速移动的山精 但听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黎泽剑的手段尽数地落在了山精身上 那山精好像并没有受多大的损伤 只有黑色的皮肤留下了几道浅浅的剑痕 等他从地上翻山而起的时候 被刺激的愈发愤怒 一张嘴露出了满嘴的尖利牙齿 血红的眼睛寻奇落在黎泽剑的身上 像个炮弹一样猛冲了过去 钟锦亮看着山精成胸 玄机挡在了有些虚弱的黎泽剑前面 手中的折扇一晃 变成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直接朝着山精砍了过去 钟锦亮这一剑 那山精就一下扛不住了 这一剑批来的时候 那山精依旧伸手去抓 没曾想直接把那山精的手指头给切了下来 顿时有黑色的气息 从那断口处大量流淌出来 横着那山精不断后退 发出西斯底里的惨嚎 他嚎叫起来的样子十分恐怖 那刺耳的尖叫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耳膜 嗡嗡作响 如此看来 那山精的确是畏惧钟锦亮的那把剑的 到现在为止 格宇也没有搞清楚 钟锦亮的那一把剑 究竟是一把什么样的法器 只知道那是钟魁留下来的 钟魁祖师是抓鬼的鼻祖 他老人家留下来的法器 自然是能够克制万般邪碎 管你是国外的鬼怪 还是华侠的妖孽 那山精被斩断手指之后 接下来便有意避开了钟锦亮 朝着黑小色和黎泽剑发动进攻 现在格宇忽然想起了张义涵那小子 他的手中有一个武当山的圣器 叫做天地乾坤镜 笼罩之下 那山精便会受到强力的压制 可惜受伤太重 没有跟过来 要不然还是有办法对付这山精的 这山精如此凶猛 如果个个急迫 众人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格宇深吸了一口气 转头看向了一旁的体拉 小嫂子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 那山精太凶了 我没想办法收拾掉它 你们小心一点 山精很恐怖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如果小九哥在就好了 格宇心中一颤 是啊 有五九阴在的话 这山精还真算不得什么 以符尸法尺拍下去 啥玩意儿也受不了了 格宇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紧接着提着剑 再次朝着山精冲了过去 这下几人将山精给团团围住 继续拼杀 那山精左冲右突 除了中锦亮那边能够扛住 其余人都被他逼得不断后退 在跟山精拼杀的时候 格宇想到之前对付那山精使用的手段 便灵机一动大声招呼道 大家身上有没有李火符 用李火八卦阵能够暂时困住他 然后让中锦亮来干掉他 此言一出 众人连连点头 随后众人各自顶住压力 将那山精围困在一个 方圆十米左右的圈子里面 不断将身上的李火符抛飞出去 按照八卦的阵眼布置 他们四人之中除了中锦亮之外 其余身上都背着这一幅 这八卦李火阵是一门基本法阵 但凡是道家弟子都略懂一些 所以并不麻烦 那山精似乎感受到了八卦李火阵的凶险 因为在布置这阵法的时候 四周有剧烈的气场翻涌 地煞直里滚滚而来 所以对众人的攻击是越发的猛烈 不多时 几人身上都被那山精给挠出了血口子 但也只能咬牙忍着 不让他逃出这方圆十米的范围 就在众人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 凤仪突然出现了 周身黑红色的血气萦绕 黑色的长发像游蛇一样滚滚而来 将那山精一下给缠住了 那山精身上有着强大的腐蚀之力 将那些黑发给弄得黑烟滚滚 可是凤仪根本就没有退缩 如此也给众人争取了很多布阵的时间 当离火阵布置得差不多的时候 格宇突然大喊那一声 凤仪可以出来了 听到格宇的号令 凤仪一下收拢了黑发 飘飞出去了八卦阵的笼罩范围 那山精刚一挣脱凤仪的束缚 便朝着格宇这边冲了过来 而这时候 格宇掐了个法绝 双手朝天一指 大喝了一声 震起 虚余之间 气场翻涌 等那山精刚刚移动身形的时候 顿时有离火之力汹涌而来 从地面之上冒出 朝着山精席卷而去 那山精惧怕离火 被逼得不断后退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八卦离火阵的威力 也不会这么弱 当第一道离火之力 升腾而起之后 四面八方 开始有着离火之力蔓延 尽数朝着山精巨落 轰的一声巨响 恐怖的离火之力 一下就将山精给包裹了起来 烧得琵琶作响 那山精直接变成了 一个蓝色的大火球 不过单凭着离火之力 恐怕是灭不掉这山精的 因为那山精的身上 很快有黑色的气息弥漫出来 开始吞噬离火之力 今不容发之际 戈鱼便招呼中锦亮道 亮子 看你的了 其实不用他招呼 中锦亮就已经提着那把剑冲了过去 一剑扎到了那山精的身上 等那把剑扎在他身上之后 时间就像是停止住了 众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中锦亮的方向 不知道这一剑到底能不能灭了这凶悍的山精 那把剑在刺入山精的身体一瞬间 山精周身聚拢得火焰顿时熄灭 身上黑气滚滚 山精眸子闪烁着鸿芒 充满了无尽的仇恨 没想到那山精竟然迎着中锦亮走了两步 伸出一只锋利的爪子 朝着中锦亮的胸口就掏了过去 这山精是拼着一死 也要把中锦亮的心脏给掏出来 还是格宇演技手快 一个地盾树闪过去 一只手拉住中锦亮往后一扯 然后就朝着山精胸口连拍了两道云雷浮 随着轰隆两声巨响 炸雷滚滚 将那山精一下给崩飞了出去 中锦亮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谢谢宇哥 谢别谢 灭了山精再说 中锦亮转过头去一看 发现那山精的身上蓝色电流滚滚 躺在地上物质颤抖不已 胸口处大量的黑气流淌出来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接下来中锦亮抬起键 直接朝着山精的脖子上砍去 补了一剑 这一剑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容易 直接将那山精的脑袋给斩了下来 山精的脑袋滚落到一旁 一道清蒙之气从天灵盖上飘飞了出来 风仪再次减漏 将那山精的神魂给缠绕住 吞噬了下去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道行 至此那山精终于是被干掉了 何宇为了不浪费 再次将胖妞和几个大妖给放了出来 让他们去吞噬山精的尸体 这也是一部分能量 补充道行不能浪费 等山精一死 众人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 黑小色直接将青红剑丢在一旁 以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的妈呀 过来找沙王上尸 却遇到个这么个玩意儿 这山精不畏就是沙王上尸变的吧 应该差不多是 我知道东南亚有这么一种邪物 叫做山精 是修为很高的修行者所化 如果成功了 修为突飞猛进 就会化作鬼仙级别的高手 如果修炼的走火入魔 或者被人炼化 就会变成山精这种邪物 十分凶恶 刀枪不入 类似于华夏的顶级僵尸啊 这会儿众人再次坐在一起 包括不远处的提拉也走了过来 好一会儿大家都十分沉默 谁也没想到 这野人山是白跑了一趟 什么都没找到 还差点几次将命给丢在这儿 野人山这鬼地方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来的 沙王上尸是指望不上了 我看我们还是打听打听了尼迪的下落吧 我们去找他 黑老弟身上的邪王将必须要解开 来了来了 黑哥身上的将头必须解开 等离开这里之后 我就给小九哥打电话 让万罗宗在东南亚的市里 帮我们查一查了一个将头市的下落 我们找上门去 直接逼着他解开邪王将 是啊 咱们跑这么老远 不能无功而返 黑小色的脸突然变得一片肃然 抬头扫了众人一眼 少有的正色道 诸位兄弟 我老黑谢谢你们了 你们为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 老黑我心领了 可是 尼迪那人并不好对付 狼王叔的五个高明的徒弟 才死了两个 还有三人 他们修为有多强悍 上次我是领教了 我们如果是找尼迪 危险系数很大 这事儿呢 我就认命了 大家就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黑哥 你日什么化 一个月马上要过去一半了 你还真不想活了 我想活呀 可是我不能拿兄弟们的命去冒险 你们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 我黑小色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但是也不能做事情没有底线啊 现在的情况有些麻烦了 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尼迪 可黑小色却又不答应 担心这事儿太过冒险 兄弟几个怕是要为此丢了性命 正在商议不下的时候 黎泽健突然说道 这事儿就别争执了 我比你们吃长几岁 算是你们的老大哥 这事儿就听我的 黑老弟的降头说一定要解开 要不然咱们几个来这里是旅游的吗 之前我也听小雨说这个尼迪的事情了 其实让他解开这个降头并不难 你们可别忘了 那尼迪在逃走的时候被打成了重伤 现在肯定没有恢复过来 咱们只要是偷偷地将他给围了 凭咱们几个人的势力 想要制住他问题不大 咱们就有办法让他给黑小色却讲 可是黑小色刚要说些什么 黎泽健直接瞪了他一眼 哪有什么可视不可视的 我就问你 哪有我们当不当兄弟 兄弟有难拼死互助 当初兄弟几个为了我 被龙虎山的人折腾那么惨 这会儿为了你 难道我们就不能出一把力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四百二十六集 便可不相思 黑小色顿时被黎泽健给噎得哑口无言 根本无法反驳了 这时候一旁的提拉突然说道 我在巴提亚还是有些势力的 只要我们能够回到巴提亚 将宋恩这个叛徒给杀了 我的关系王重新恢复过来 想要找到尼迪并不难 当初小九哥也找过我打听了很多事情 我也帮他都做到了 听闻此言 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在了提拉的身上 差点都忘了 眼前这个长得貌美如花的泰国女人 可是巴提亚的地下龙头 关系王十分强大 手底下聚集了一批修行者帮他做事情 像是这种地头蛇 想要找个人实在是轻松不过 反倒是万罗宗 离这里万里之遥 虽然在泰国也有很多关系网 跟提拉一比就差得远了 格宇看向了提拉 又扫了一眼众人道 这样吧 咱们几个人先跟着提拉小嫂子 回到巴提亚 干掉那个叛徒宋恩 然后再打听尼迪的下落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咱们要尽快行动才是 众人合计了一下 最终敲定了这件事情 众人就在这里休整了一下 打算第二天一早便离开此处 折返回巴提亚 不过在此之前 众人又扫荡了一下战场 去了那个小草房里转了一圈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万一大家睡觉的时候 再蹦出来一个类似于山京的邪乎玩意儿 众人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之下被偷袭了 那肯定十分麻烦 只是众人在茅草屋找了一圈 又在方圆集里的地方转悠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在茅草屋里的床铺的枕头下 钟锦亮找到了两本十分残破的书 那上面的文字几个人都不认识 就只有提拉还认识一些 说是类似于华夏古福文的一种文字 上面记载了一些修行法门 根据提拉所说 其中一本是空手禁忌的手段 叫做七秦纵 另外一本的名字叫做重降诀 这两本估计都是沙旺上 是生前修行的书法 其中那本七秦纵上面 还有很多图解 伴随着很多蝌蚪文一样的文字 看得让人眼晕 不过钟锦亮似乎对这本书十分感兴趣 自己拿着那本书 照着里边的图解比划了几下 动作十分奇特玄妙 让人一看就是十分厉害的手段 钟锦亮刚刚出山没多久 手脚上的功夫差了点 格宇便提议 让提拉将那书本中的内容给翻译过来 让钟锦亮修行这一门书法 提拉自然是没什么意见 不过他倒是对那本重降诀十分感兴趣 提拉本身就是修行降头术的高手 沙旺上师在重降术中的研究 在整个东南亚都是数一数二的 一看到那本重降诀 格宇灵机一动想起一件事的 便问了提拉道 提拉小嫂子 这本重降诀里边 有没有记载怎么解开西王将的手段 此话一出口 众人全都纷纷凑了过来 盯着提拉 提拉联盟翻开那本重降诀 仔细寻找 好一会儿之后才到 有 上面确实有关于一些王将的解法 不过 十分玄妙深奥 你我现在的修为 起码要研究半年左右的时间 才能够参悟 恐怕 时间上是来不及了 听到提拉这玩意说 众人顿时有些大事所望 心想这样高深的授法 的确不能一措而就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收拾妥当之后 就在小草房的后边 各自搭起了帐篷 歇息去了 为了安全起见 何宇放出了胖妞和凤怡 给众人把风 以防万一 这边刚刚躺下 有些心绪不宁的 脑子里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 时而会浮现出杨帆的身影来 仔细一想 又许久没有见面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帐篷外边 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微的脚步声 引起了格宇的注意 还以为又是黑小色过来找自己呢 便起身拉开了帐篷 没好气的说道 信了吗 我看你还能啰嗦是什么花来 然而打开帐篷一瞧 外边站的并不是黑小色 而是提拉 提拉有些局促 脸色微红 小声说道 格宇兄弟 我能跟你聊聊吗 格宇怎么也不会想到提拉会过来找她 这孤男寡女的 在一个帐篷里 如果被其他人瞧见 这自己也说不清楚啊 这可是五九阴的女人啊 可以啊 格宇应了一声 刚要说出去了 话还没说出口呢 提拉却一闪身 进了格宇的帐篷 带着一股子淡淡的香风扑面而来 而且还将帐篷的拉链给拉上了 这是要干什么呀 格宇有些心慌了 眼前这个泰国美女 身高腿长 前凸后翘 身材火爆的能让人流鼻血 尤其是那胸口处 直晃人眼睛啊 让格宇根本不敢直视 等提拉进入了帐篷 坐在自己对面之后 格宇顿时觉得心跳都加快了 呼吸都开始有些粗重起来 这要是让黑小色他们看见 说自己勾演二嫂 这罪过可就大了 小嫂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提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飞红 低下头去 好一会儿才到 格宇兄弟 我是过来跟你打听一下 小九哥的事情的 格宇长出了一口气 当下便道 小嫂子有什么话 尽管问就是了 我知道的自然告诉你 提拉道了声谢 然后迟疑了一下 好像是在想如何开口 最终还是问道 小九哥现在过得好吗 挺好的 我的意思是 他现在结婚有孩子了吗 格宇挠了挠头 这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提拉 从提拉的表现来看 他的心里肯定是有五九阴的 如果告诉他实情 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可如果说没有 那就是在骗他 只是包不住火的 犹豫再三 格宇决定还是说实话 小九哥已经婚配 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有生孩子 此话一出口 提拉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太好看 那一双毛子里面 快速汇聚了一团水雾 他微微侧过脸去 胸口起伏了几下 低下头去便不再言语 小嫂子 你跟小九哥 认识应该很多年了吧 这么多年 你难道从来就没有联系过他 没有 自从他走了之后 我从来没有联系过他 他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不想打扰他平静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他心里的那个人 不是我 那个 我之前 听说你有一个儿子 那孩子 不愧是小九哥的吧 是他的儿子 听闻此言 格宇心中无比震惊 这吴九妍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让人家怀了自己的孩子 直接就不管不问了 还跟别人结了婚 这事办得也太不地道了吧 看到格宇的脸色阴晴不定 提拉脸毛解释道 格宇兄弟 你别误会 小九哥人很好的 其实他也不知道 自己会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 当初之所以有了这个孩子 是因为 当时小九哥中了一种十分厉害的酱头 叫做情将 必须要在一天之内 跟一个厨子 发生那种关系 要不然 就会全身血脉尽断 化作一滩浓血 当初小九哥对我有恩 救了我一命 我是趁着他情将发作之时 意识完全不清醒的时候 我 我偷偷地去找他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 可没成想 我 我就有了他的孩子 那 那你下一步想怎么办 要不要让小九哥 知道这件事情 不 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也不想打扰他平静的生活 心里若是爱着一个人 就只想让他过得好 不想给他增添任何的累赘 我自己可以的 小嫂子 真是苦了你了 这么多年 你自己的孩子 一定很孤独吧 孤独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从你喜欢上一个人的 那一刻开始 如果不曾遇见 我本可以忍受孤独 然而短暂的温暖 让你的孤独更加的荒凉了 治好了你的忧郁和愁苦 而后 赐你更大的悲伤 他离开 我并不难过 难过的是 他曾经来过 若是时光重来 最好不相知 如此 便可不相思 格宇兄弟 这件事情拜托你了 就你一个人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 希望你给我保密 千万不要让小九格 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能拖累他的生活 随后 提拉就拉开了帐篷 裹挟着一阵香风 离开了这里 等提拉离开之后 格宇的耳边 还在回荡着提拉的那句话 若时光从来 最好不相知 如此 便可不相思 这个女人重情重义 对吴九音没得说 就为了这件事情 格宇也决定 一定要帮他将 巴提亚的场子 给抢回来 让他跟孩子 安心地生活下去 然而有些事情 不知道比知道 好了太多 格宇知道这件事情 感觉心里就像是 压了一块大石头 不跟吴九音说 吴九音永远不知道 在异国他乡 还有他的亲生骨肉 还有一个女人 在孤独地等待着 这对提拉简直 太不公平了 可是提拉这晚 跟自己说 也有他的苦衷 顿时让格宇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许久 格宇才躺了下去 脑子里想了很多 久久无法入眠 脑海之中 接连浮现出 几个人的面容 有杨帆 有苏曼清 不知不觉中 还是昏昏沉沉地 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一亮 众人便各自收拾妥当 离开这个鬼地方 跟着提拉去巴提亚 将他的场子 重新抢回来 起身之后 格宇朝提拉看去 发现他并没什么异样 只是看向自己的眼神 多了一份感激 和难以名状的温柔 接下来众人就要 加快进城了 光是来这片野人山 就耽搁了许多天 现在又要折返回去 首先就要将他们的向导 索温送回村子里 然后才能想办法回巴提亚 不过还好 他们之前缴获了很多马 骑着这些马 速度可以提升很多 虽然很多路 都要牵着马才能走 来的时候走了差不多五天 回去的时候 也用了三天左右的光景 将索温送到他们 那个村子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天晚上了 这一路让索温 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精神有些萎靡不振 可能是一直担心 会被格宇他们杀掉 不过一回到村子里之后 他就像是回光返照了一般 精神头看上去好了很多 格宇按照之前商量的价格 又给索温增加了 很大一部分钱 直接五万块钱 塞到了他的手里 另外 将那些缴获的马和补给 也全都留给了他 索温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五万块钱算是一笔巨款了 这让索温十分的激动 对他们几个感激不尽 就差跪在地上 给他们几个人磕头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四百二十七集 一箭穿心 和宇他们这次去野人山收货也不小 缴获的钱和黄金不计其数 等回到华夏换成人民币 几个人立刻就会成为土豪 在词别索温的时候 和宇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孙大哥 这些钱你收着 虽然没有找到沙王上时 但是这一路走来 你也对我们多有照顾 这些钱都是你应该得的 拿着这笔钱好好生活吧 找个老婆生个孩子 借金 不要再赌博了 还有 就是我们来找你帮忙的事情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嗯 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谢谢你们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叮嘱完苏温这些事情之后 众人便跟着提拉离开了这里 泰国离得缅甸很近 两国接壤 一旦走出野人山那片丛林之后 其余的都好说了 两国接壤的地方 防守十分松懈 两边的人也经常越界 互通有无 所以出境对他们这些修行者来说 并不难 在缅甸一个繁华的小镇之上 提拉花钱找了一辆车 带着他们直接到了缅甸与泰国接壤的地方 直接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 就到了泰国一个清盛的地方 一到了地点 提拉便从身上摸出一个十分小巧的手机 开机之后打了一个电话 不多时便有一辆很大的商务车开了过来 从车上走下了一个魁梧黑状的汉子 走到了提拉的身边 一低头直接喊了一声大街头 提拉点了点头 肃然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很不好 现在宋恩差不多将您留下来的势力全部整合了 您之前的那些老部下被他杀的杀 逃的逃 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还有很多人归顺了宋恩 那壮汉恭恭敬敬地回道 听到他的话 提拉的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此时才展现出这巴提亚地下龙头的气势出来 处事不惊 做事情也是滴水不乐 更不会展现在脸上 能够在巴提亚二十多岁混到地下龙头的女人 绝对是狠角色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恍惚间 格宇看向提拉这个女人 好像是出现了错觉一般 感觉跟之前在帐篷里谈话的那个小女人 寒若两人 那天晚上的提拉会流泪 会伤心 而此时的提拉面容冰冷 让人有种生人物尽之感 沉默了片刻 提拉跟那泰国壮汉道 走吧 带我回巴提亚 大姐头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不想看到你有事 那个该死的宋恩 说你死在了阴山 便开始整合巴提亚的势力 现在所有的势力都被他纳入麾下 您现在过去 跟宋死没什么区别啊 我劝您最好还是不要去巴提亚 直接找个地方夺起来吧 我儿子还在他的手中 我必须要去 我儿子现在怎么样了 小少爷好着呢 为了收容您的势力 宋恩对少爷还是极好的 一直都是好生伺候着 这点您可以放心 听闻此言 提拉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面色缓和了一些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回巴提亚的 不能让宋恩继续猖狂下去 还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那好吧 既然大姐头执意要去 我也跟着 当年您救过我的命 我这一趟命就是您的 您让我死 我就会去死 宋卡 没想到这个时候 你还会跟着我 大姐头 我永远都是您的人 除非我死了 走吧 咱们去会会送恩 说着提拉便跟身后的众人 招呼了一下 直接上了那辆商务车 此处离着巴提亚的路程 也不算很远 车子从早晨出发 到了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就到了巴提亚 到了之后 提拉一下车就换了一身行头 穿上了一身男人的装束 还戴了一个帽子和墨镜 将自己伪装了起来 随后提拉跟格宇他们说 先去找一个人 那个人也是他的得力助手 隐藏的比较深 找他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然后另做打算 在这儿格宇他们几个人 人生地不熟的 只能暂且听从提拉的安排 必须先让他收拢了之前的势力 他们这边才能做下一步的打算 而且速度一定要快才行 开着车 那个叫宋卡的壮汉 将他们送到了一个不远的村子里边 然后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将车子停了下来 宋卡前去探路 不多时就遮返了回来 有些惊恐的说道 提拉大姐 出事了 您找到帕卡被人给堵住了 估计是活不成了 谁干的 是宋卡手底下的得力干家 努达 努达身边还跟着四五个高手 都是宋安的手下 要不咱们先躲一下吧 走 去看看 宋卡张嘴想说些什么 但是没有说出口 提拉已经转身朝着前面走去了 格宇回头看了众人一眼 旋即跟了上去 往前走了没多久 就听到从一个院落之中 传来了惨叫之声 还有拳头和脚落在人身上的沉闷声响 几个人捏手捏脚的 走到那院落的旁边 借着夜色偷偷朝着院子里边去看 但间院子里 此刻有五六个人 正围着一个人殴打 被打的那个人浑身失血 满地打滚 而那四五个人下手急住 拳脚接连不断地朝着那人身上落去 都是奔着要他命去的 看到这般情景 提拉的毛子再次闪过一抹凶忙 这是要杀人的节奏 单听一个汉子在一边打地上的人 一边骂道 该死的不温 要你归审宋恩大哥你不听 这完全是你自己找死 宋恩大哥才是我们巴提亚的龙头大哥 你却愿意跟一个女人当狗 是不是那娘们儿为你奶吃了 你杀了我爸 我是不会跟着宋的那个叛徒的 肯定是他 是他害了提拉大姐头 如果大姐头还活着的话 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提拉大姐头这会儿 早就被魏赛哥给弄死了吧 没想到这份美差竟然落到他的手中 其实我也挺喜欢提拉大姐头的 倒是便宜了他 魏赛哥肯定是把那女人给睡了 然后才杀了他 你们 你们简直不是人 大姐头当初对你们那么好 你们却要害他 那奴达停了手 一把抓住了满是血的不温的衣领子 手里拿着一把匕首 恶狠狠地说道 提拉大姐头简直是昏了头了 竟然不让我们卖毒品 所以他必须死 现在我就送你上路 你去找你的提拉大姐头去吧 看到这一幕 提拉终于隐忍不住了 便要走上前去 而此时 格宇一把拉住了他 朝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先不要动 随后格宇朝着身后的兄弟们以挥手 黎泽剑和黑小色他们 旋即散开 朝着院子的几个角落走去 这时将他们给团团围住 待会儿一个人都跑不掉 看到黎泽剑他们做好了防守 格宇才让提拉朝着里面走了过去 他和那送卡站在提拉的身后 一边一个 努达 你胆子不小啊 敢动我的人 当努达提着匕首 要结果了不无恩的性命的时候 提拉已经带着格宇和送卡进了院子 一听到提拉的声音 那努达吓了一跳 连忙停住了手 转头朝着提拉的方向看去 一脸难以置信地说道 提拉大街头 你没想到吧 我提拉又回来了 提拉摘掉了眼镜 将帽子也摘了下来 露出了一头如瀑布般的秀发 这下是确认无疑了 努达的眼眸之中 闪过一抹惊恐 不过当他看到提拉身边 就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顿时就放松了警惕 黑黑笑道 提拉大街头 没想到你竟然活着回来了 这么说 魏赛格他们已经被你干掉了 是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来得正好 我正好拿你给宋文大哥交差 说不定宋文大哥 会把你赏给我玩几天 说着 那努达将手中的布文 直接推到他手下那边 提着一把匕首 就朝着提拉杀奔而来 此人一动身 风声呼啸 地面上都被他踩出一个坑来 那匕首 直接朝着提拉的胸口 就扎了过来 提拉正在那里一动不动 身旁的宋卡闪身出了接招 一下拦住那个努达 两人快速过招 十分凶猛 格宇盯着两人看了一会儿 发现大多用的是膝盖和肘关节对地 应该用的是太拳 手法干净利落 十分凶狠 两人都是不错的修行者 不过格宇只看了他们两人过的十几招 很快就判断出了输赢 那个叫努达的家伙 应该要比宋卡强悍许多 宋卡估计也过不了几招 果不其然 又过了三五招之后 那努达跳伤而起 用膝盖直接顶到宋卡的胸口 将其一下撞飞出去 宋卡落在地上 喷出一口鲜血来 渐将宋卡打败 努达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看向了提拉 提拉大姐头 就你带来的人 完全不顶用 想跟宋恩大哥抢地盘 恐怕是不行的 他刚说完这句话 四面的墙头上便出现了几个人 正是黎泽见他们 此时那把神剑 已经悬浮在黎泽见的头顶之上 下一刻 悲剑蹦射而出 直接朝着压解着不温的几个人 飙飞而去 连着扑扑两声响动 神剑追魂 直接扎透了两个人的心口 一剑传心 当场丧命 而后神剑追魂再次折返 又将另一个人给钉在了墙上 而黑小色和钟锦亮 也快速从上面跳了下来 一人捉住一个 将其扑倒在地 一剑斩杀 这一套下来 干净利落 三秒不到的时间 五个人全被干掉了 这也是格宇 让黎泽见他们 提前埋伏的结果 当时几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 努达和提拉的身上 没有人注意他们 所以黎泽见才能一击致命 不给敌人以喘息之计 速度太快了 五个人瞬间毙命 而刚才还在牛逼哄哄的努达 顿时吓得脸色巨变 握着匕首的手都开始发起抖来 这才知道提拉大姐头 为什么敢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 原来是早有所防备 努达一看自己被团团包围 知道这会儿肯定是逃不了了 直接双膝欲软 跪在地上产生道 大姐头 饶命啊 我也是卑鄙的 如果我不这样做 宋恩打 不不不 宋恩那个王母蛋 会杀了我的 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我来 不 不不 提拉大姐头 我愿意归是你 去对付宋恩 求提拉大姐头 饶我一命啊 像你这样的枪头草 我是不可能留着你的 要么 你就从这里打出去 要么 你就自己了断 你选一个吧 念在你跟在我的身边 那么多年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选择 小嫂子 要不然这小子 交给钟景亮吧 他刚学了几天七进纵 前几天还跟我比活了几招 我觉得已经有些活活了 如果他能打败钟景亮 就放他一马 对于此事 提拉没什么意见 莫然地点了点头 钟景亮旋即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奴答 玉哥 你让我来对付他 嗯 你修炼的七行纵 应该会了几招了 正好拿这个人练练手 不过你要小心啊 这家伙是个古泰拳的高手 不要掉以轻心 你输了 这小子会跑掉 我们的计划 就全完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四百二十八级 盛大的晚宴 钟锦亮顿时觉得压力山大 也知道葛宇这么做 是在历练自己 于是点了点头 好吧 我试试 其实葛宇对钟锦亮充满了信心 前几天晚上休息的时候 钟锦亮就一直在修炼七秦纵的手段 经常跟葛宇过招 葛宇知道这七秦纵出手十分刁钻很辣 迅急如风 往往让人防不胜防 有好几次 葛宇都差点被他给伤到了 所以才会让钟锦亮出手 奴达 你能打败了他 我就放你离开 听闻此言 那奴达便站了起来 朝着有些局促的钟锦亮看了一眼 提拉大姐头 这可是你说的 你在巴提啊 说话向来一言九鼎 从不失言 我希望你遵守诺言 开始吧 钟锦亮收了剑 站在奴达的对面 那奴达摆出一个古泰拳的架势 将一条腿高高的抬了起来 双手握拳放在前面 不等钟锦亮有所准备 身形一晃 一拳就朝着钟锦亮身上打了过去 此人的拳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火候 出拳之时竟有破空声响 瞬间就到了钟锦亮身边 钟锦亮吓得一跳 吹动先栏步 躲过去了那人重重的一击 旋即摆开架势 施展了七秦纵的手段 这奴达身形魁梧 站在钟锦亮的身边 尿比他差不多高出一个头去 又看到钟锦亮有些畏惧的眼神 顿时觉得自己必然能够取胜 由于是生死禁忌 奴达一上来就动用了杀招 无所不用其极 全无禁忌 不论是头摔 反关节 跌扑 地战 背琴 头畜 臀撞 均可运用 甚至是戳眼 撩阴等恶毒的招数 那奴达也全都用上了 一开始钟锦亮可能有些不太适应 为他的接连不断的手段 逼得步步后退 不知道该如何招架 何语他们看着钟锦亮一上来 就落入了下风 其实并不怎么紧张 因为钟锦亮还没有真正的出手 反倒是提拉那张俏脸之上 显出了一丝紧张的神色 哼的一声响 钟锦亮突然中招 被那奴达的肘关节给击中了胸部 顿时发出一声闷哼 接连往后退了好几步 以屁股坐在地上 奴达舰一击得手 随后乘胜追击 身形高高跃起 一个高边腿 直接朝着钟锦亮的脑袋上落了下去 提拉大惊 身形一动便要上前 被阁语给拉住了 眼看着那高边腿 就要落在钟锦亮头上的时候 钟锦亮突然反手一抓 将腿给抓在手中 紧接着身形拔地而起 七秦纵第一是飞鸟仙巢 一下就将那奴达给甩飞了出去 直接砸落在墙上 将那墙面都撞得微微一晃 奴达吃了个亏 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失手了 很快从地上翻身而起 继续朝着钟锦亮扑过去 而钟锦亮这边呢 比较慢热 在接连几次碰壁之后 终于施展出了七秦纵的手段 两人再次碰撞在一起 钟锦亮紧接着又是第二招 鳄鱼白尾 一个强大无比的后边腿 再次落在了奴达的身上 这一次比上一次的力道还重 直接打在了奴达的脖子上 将其打得脑袋一歪 头先着地 鼻子和嘴里都往外喷血 不过奴达依旧不死心 继续爬起还要再战 钟锦亮又跟他过了几招 再次施展出了七秦纵的第三招 蛟龙前海 一拳就落在了奴达的腹部 将其打飞了出去 这一下下手很重 那奴达落在地上之后 就没有再爬起来 躺在地上身子不停地颤抖 钟锦亮兴奋不已 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挥舞着拳头说道 宇哥 我赢了 我打败他了 怎么样 这七秦纵还好用吧 其实你本可以两三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不过就是实战经验少了一些 以后多历练一下 会更厉害 钟锦亮兴奋地连连点头 没想到学的七秦纵竟然这般强大 而这会提拉已经走到了奴达的身边 蹲了下来说道 奴达 你输了 提拉大姐头 饶我一命吧 你带着人伤了我很多的手下 我若是饶了你 谁来给他们抵命呢 提拉说着 从身上磨出了一把匕首 一下就扎在了奴达心脏的部位 物质凝了一招 奴达瞪大了眼睛 抬起了一只手 最终也是无力的垂落 当场殒命 提拉终于展现出了 他凶残的一面 一刀解决奴达的生命 恍若就是杀鸡宰阳一般轻松 脸色波澜不惊 这份淡定 看得格宇他们也是心惊不已 随后 众人将那些尸体 全都归拢在了一起 用离火符给烧了 不温艰难地走到了提拉的身边 身子一软 直接跌落下去 喊了一声大姐头 提拉一把将其抓住 有些无奈地说道 不温 既然宋恩已经决定要对付你们了 你为什么还没有逃走 我本来想走的 可是 我有一个朋友 宋恩给杀了 就想回来看看 顺便给他收拾 结果 被奴大他们 给堵在了这里 你最近一直在巴提亚待着 现在宋恩的情况怎么样 宋恩那个畜生 说提拉大姐 你死在了野人山 还说您临走之时 将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给了他 现在 那是巴提亚的地下龙头 当即就有很多人反对 兄弟们都跟在您身边那么多年 哪能凭着宋恩一句话 我们就要听领于他 当时 宋恩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就离开了会场 不过 在您走之前 宋恩就暗自培养了一部分自己的势力 当时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归顺了他 至于剩下的 我们这些不肯依附于他的人 他都是 私下里解决的 一开始 是威逼利诱 当即屈服了一些人 还有些死活不肯归顺的人 就被他的手下 给杀了 有些兄弟看到情况不对 直接带着家人离开了巴提亚 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大姐头 您可算是回来了 我 我还以为 你真的死在了野人山 这一切都是宋恩计划好的 我之所以去野人山 也是宋恩给我通报的消息 说是手底下 偷偷做了毒品生意 要将一部分毒品 从缅甸运送到华夏的镇南 等我过去之后 才知道是中了计 要不是被身边几个朋友救下 这会儿 我已经被宋恩的人给杀了 宋恩那个畜生 当年不过是混迹于 巴提亚的一个小混伙 要不是大姐头上识他 哪有他的今天 现在他就恩将仇报 的确是该死 大姐头日子回来 是要杀了宋恩吗 嗯 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的 不能让宋恩再继续嚣张下去了 大姐头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觉得 您现在最好还是躲着一些好 现在整个巴提亚的地下产业 已经全部归落了宋恩 那些不想跟着他的老人死的死 逃的逃 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 你现在去找他的话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不如咱们还是等一等 再另做打算吧 不 现在是收拾宋恩的最佳的时机 趁着他根基未稳 起早动手才是 若是等他以后羽翼丰满了 我们也就无力回天了 那大姐头 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这个我自有打算 现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 我儿子被宋恩关在了什么地方 我必须首先要保证他的安全 小少爷一直都很好 为了收拢人心 他暂时不会将小少爷怎么样 好想 一直都跟他住在一起 听这位朋友说的意思 这个宋恩有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逼得提拉妹子的那些手下就范呢 此人心机很深 应该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 大家伙要小心了 不温朝着格宇他们看了一眼 发现并不认识 于是便跟提拉道 大姐头 这些人是 这个你就不用多问的 是我华家来的朋友 提拉显然对这个不温 也是有着一定防范之心的 并不想跟他多说什么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提拉已经是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 稍不留神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所以他不得不加倍小心 不温点了点头 失去的没有多问 而是继续说道 大姐头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十分确切的消息 说是宋恩今天晚上 要在巴提亚举行一场盛大的晚宴 到时候 各处名流 还要附近几个城市的大佬 都要过来 宋恩这样做 就是要给自己正身 对整个泰国宣布 以后 他就是巴提亚的地下龙头 如果大姐头有把握的话 今天应该是最好的时机 此话一出口 众人面面相觑 还别说 今天的晚宴对于宋恩来说 肯定十分重要 如果这个时候 提拉突然出现 宋恩这个老大 估计就真做不成了 好啊 咱们今天晚上 就直接杀到他的晚宴 给他搅黄了 这位大哥 今天宋恩举行的晚宴 防备森严 请来了很多高手 想要进去 恐怕没那么容易 即便是防备再森严 今天晚上一定也要进去 今天晚上 我们杀了宋恩的手下 卢卡 这件事情 不出明天 就会传到宋恩的耳朵里 到时候 宋恩必然是有所防备 所以今天的晚宴 我们必须要过去 大姐头 话虽是这样说 可是 我们手上没有请柬啊 据我所知 宋恩今天晚上的晚宴 异常隆重 不光是请来了很多高手坐镇 还有各方大佬 便是门口的守卫 咱们都进不去 没有请柬 他们肯定是不能放行的 那今天晚上 都有哪里的大佬 参加宋恩的晚宴呢 紧接着 布文就爆出了几个人的名字 都老长 提拉听了这些人名 微微点了点头 让布文跟宋卡 先找个地方藏身 等事情搞定了 再来找他们 布文有些不放心的说道 大姐头 你可要小心啊 走吧 我不会有事的 提拉拍了拍 布文的肩膀 然后宋卡走了过来 搀扶着布文 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里 等他们两人离开之后 格宇便到 小嫂子 你导算怎么做 你们等我一会儿 提拉有些歉意地 说了一声 然后转身 走到了一个角落里 拿出了化妆包 对着镜子 捣鼓了一番 也就十几分钟之后 提拉就折返了回来 等再次来到 众人面前的时候 几个人都吓了一跳 此时的提拉 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从一个大美女 变成了一个 看上去有些 猥琐的中年男子 脸上的皱纹 都清晰可见 这哪里是什么化妆术 简直就是翼绒术 就连嘴唇上的胡子 也跟真的一样 而且此时的提拉 也换上了一身男人的装束 还在腹部 垫了很多东西 看上去 显得有些微胖 以此来遮掩住 他那骨胀的胸口 众人都听说过 泰国有人腰 棒子国有整容术 日本有化妆术 没想到提拉的化妆术 是这般的出神乳化 看到众人都有些傻眼的模样 提拉微微一笑 怎么样 认不出来了吧 小草子果然厉害 不过 你这样好像有 棍不进去 宋恩的晚宴吧 我已经有了主意 刚才我听布温说 泰国清迈的一位大佬 鲁昂 也会来参加 宋恩的晚宴 我跟鲁昂之间的关系还好 他落难的时候 我帮过他 这次我们能不能进去 就要看这个鲁昂 帮不帮我们了 既然来到了这里 大家伙就要相信 这个提拉的能力 他们来这儿 是给提拉助权的 一切都由他安排便是 但凡提拉有危险的时候 他们只管站出来便好 欢迎收听 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茅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四百二十九集 混入宴会 格宇他们都是生命孔 在泰国也没有人会认识他们 所以并不用乔装打扮 直接跟在提拉身后 出门走到了繁华地段 打了两辆抽租车 就直奔巴提亚最大的酒店 这个酒店叫做 鲜罗达酒店 等他们几个人赶到的时候 发现酒店门口停着很多的豪车 奔驰宝马都是最低档次的 在酒店的门口站着很多人 甚至还有一个光着半个膀子的酱头师 站在一侧 一动不动 应该就是送恩请来的高手 专门守在门口 防止有人闹事儿的 除了那十分扎眼的酱头师之外 格宇朝着门口的位置 仔细扫量了一眼 发现还有其他的高手存在 只是打量了十几秒的时间 那个守在门口的酱头师的目光 便朝着格宇这边看来 格宇远远地 以那酱头师的目光对视 经不住打了一个寒枕 那酱头师的目光十分锐利 透着一股阴毒 只是对视了一眼 格宇很快将目光挪开 不敢再与其对视 还好 那个酱头师并没有什么行动 很快也挪开了目光 那酱头师的修为肯定不低 能够感受到格宇毛子里的敌意 这就是修行者所谓的第六感 此人十分警惕 还好只是感应到了一丝气息 并没有看清楚彼此的面容 饶是如此 格宇也有些心惊肉跳 便问身边的提拉 那个酱头师很厉害 您认识吧 嗯 那个酱头师是巴提亚 十分有名的黑衣阿赞 叫做素格力 没想到 宋温竟然将他给请来了 肯定花了不少钱 那家伙不要将注意力放在门口 以免引起对方的警惕 这会儿 鲁王差不多应该快来了 一会儿 格宇兄弟 你跟我走一趟 几个人藏身向尾 静静地等候着 大约十几分钟之后 从不远处的一条大街上 行驶过来两辆黑色的奔驰 在停车场的方向停了下来 提拉回头看了格宇一眼 然后静止朝着那两辆大奔的方向走去 格宇颈跟在他身后 那两辆车门打开 从车上陆续下来五六个人 身上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衫 戴着墨镜 一看就不是闪茬 随后一个穿着花绿衫的人走过去 打开了另外一辆的车门 从那上面走下来一个秃顶 而且看上去有些肥胖的中年人 手里还叼着一根雪茄 势头很足 有着上位者的风范 当提拉带着格宇离那车子 还有四无名远的时候 紧接着就有一个花绿衫 伸出手指向了他们二人 用很凶的声音 示意他们躲远一些 他身后那几个花衬衫 也如临大敌 将手放在了背后的方向 感觉像是要摸枪的样子 鲁王 清迈东街 你还欠我一顿饭 提拉用一个男人的声音 跟鲁王道 鲁王的目光 原本都没有看提拉和格宇一眼 一听到提拉说出这几个字 那鲁王身形一阵 顿时朝着提拉这边看了过来 玄吉跟身边的手下说道 让他们过来 鲁王那些手下顿时让开一条道 放提拉和格宇走了过去 走到鲁王进前的时候 提拉才换作了女人的声音 鲁王大哥 好久不见 鲁王仔细地打量了一眼提拉 根本就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听着声音 却是提拉的 于是疑惑地问道 你是提拉大街头 嗯 还能有谁 鲁王大哥不认识了吗 玄吉 鲁王便有些紧张起来 格宇担心他会动手 直接将手放在了腰间 但凡他有什么举动 直接提借将其击杀 确认了眼前的人是提拉之后 那鲁王紧接着四顾了一眼 显得有些紧张 然后跟手下人道 都看紧一点 那些手下人低头称是 随后鲁王客气地跟提拉道 咱们车里说话 说着那鲁王就钻进了驾驶舱 提拉直接上了副驾驶 格宇打开车门 也坐在了后座上 一进车子 那鲁王就有些激动地说道 提拉大姐头啊 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敢出来啊 你就不怕松恩杀了你吗 如果害怕的话 我就不来了 说吧 你想让我做什么 首先 我就是想要确认一下 你我往日的恩情 还有没有了 如果已经没有的话 我提拉也不会麻烦鲁王大哥 直接走人 就当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提拉大姐头 我这条命就是你给的 这情意我都记着 当初是你救了我 所以我才能够活到今天 也有了今天的江湖地位 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我是不会忘记的 之所以来参加这个晚宴 我也只是听到了风声 说你死在了缅甸的野人山 只要是过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相信你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死了 今天看到你还活着 那就太好了 多谢鲁王大哥挂念了 其实是松恩社稷 想要陷害我 将我骗到了缅甸野人山 只可惜 我从那里活着逃了出来 松恩狼子野心 想要取代我在巴提亚的位置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要找他算账的 你的意思是 一会儿在里边闹起来 让我站在你这边 可是我就带了这么几个人 恐怕人手不够啊 没法帮你跟松恩作对 我真是没想到 松恩竟然是这种卑鄙小人 从一开始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情况不对 鲁王大哥 我不需要你帮我 跟松恩正面对抗 只需要你将我 带进仙罗大酒店的晚宴现场就好 后面发生的事情 将跟你不会再有任何的挂阁 即便是我被活捉了 也只会说是 胁迫你帮我进去的 你觉得怎么样 请你们带进去 肯定没问题 一会儿你们化妆成我的手下 跟着进去就好 我这里 有送了那个杂碎给的青铁 拿去逃 你放心 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 谢谢鲁王大哥 今天的恩情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的 我这次要是能够活下来 以后你找我做什么事情都尽管开口 大街头 你对我有问 虽然你是一个女人 也是我鲁王最佩服的女人 我肯定帮你 既然这鲁王愿意帮提拉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格宇直接下车 将黎泽剑他们给叫了过来 跟鲁王的那些手下 将衣服给换了 鲁王的那些手下 穿的一个个花花绿绿 几个人都穿的有些不太习惯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也只能是凑合着办了 在车里换了衣服之后 几个人全都扬装成鲁王的手下 跟在他的身后 大摇大摆地朝着酒店门口的方向走去 在车上的时候 所有人都将法器装进了 中锦亮的折闪之中 以免被对方瞧出什么异常来 门口处把手的人戒备森严 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搜身 在看到鲁王拿着雪茄 走到门口的时候 当即便有几个人迎上前来 其中一个人客客气气地说道 欢迎欢迎 鲁王大佬能够过来 宋文大哥一定十分高兴 你们请 鲁王点了点头就要进去 这时候那人突然伸手拦住了他的去路 鲁王大哥 今天的晚宴十分隆重 来了很多重要的任务 所以是需要检查一下的 哼 宋恩这小子胆子还真是巧啊 啊 怎么 连我都搜身吗 俗话说 拘一气 养一体 鲁王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方大佬 身上的气势很足 顿时让那守卫脸色一白 鲁王大哥 肯定是不用查的 不过 您的这些手下 好吧好吧 别啰嗦 要搜就赶紧搜 老子还有要紧事情去做 那人跟孙子似的点头道谢 紧接着便有几个人上前开始搜身 主要是看他们几人有没有带什么凶器 尤其是枪一类的东西 毕竟这次前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能闹出什么乱子来 这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宋恩惹不起的 好在之前有所准备 也搜查不出什么来 简单的搜了一下 门口的那些人就放行了 格宇他们跟在鲁王身后朝着酒店里面走去 在门口的时候 格宇还有些紧张 至始至终都没有敢去看门口守着的那个匠头师 离着近了便能够感觉到 那匠头师身上有一股很强大的气息散发出来 此人的修为或许跟尼迪差不多是一个段位的 东南亚这儿也是窝窝藏龙 不得不让人感叹 不过一进入宴会大厅之后 众人很快就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混进来了 随后便有人引着他们一行人上了电梯 静止来到了酒店的八楼 坐电梯的时候 格宇还看到几个穿着光鲜亮丽的美女 身高腿长 只是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泰国这个地方 雌雄南辩 很早的时候 格宇就听过泰国是个盛产人妖的国度 不过格宇也知道 人妖其实很可怜 很小的时候就要吃一种抑制雄性激素的药 导致他们一般寿命都不会太长 四五十岁就会丧命 他们这些人当中 黑小色对泰国的美女最感兴趣 一看到站在电梯里的两位泰国美女 小眼睛都开始放光了 小月 你看这泰国的大洋马 长得真好看 要条子有条子 要模样有模样 等咱们这事搞定了 我肯定要在巴提亚找几个大洋马玩玩 黑哥 您可小心着点吧 说不定人家一脱裤子 下边的兄弟比你都大两千 你说你自卑不自卑 说的也是啊 都说肯定得先确定是男是女 要他们是俩爷们 哥们还真受不了 弄不好菊花都不饱啊 好在那俩泰国妞听不懂汉语 正说着一行人就到了八楼的宴会大厅 大厅里面早就人满为患 空调开得很足 红男绿女络绎不绝 还有端着托盘的适应生 和穿着兔子装的女孩在来回走动 刚一进入宴会大厅 就有人认出了鲁王 联盟端着酒杯过来跟他打招呼 客套寒暄着 来到这里之后 提拉一句话都没有说 面色十分平静 格宇他们只好跟在那鲁昂的身边 在大厅里来回走动 见到很多巴提亚 十分有声望的有钱人 不过格宇他们一个都不认识 有时候他们说的话 听起来也是一知半解 毕竟他们只是学了一部分泰国语言 勉强能够沟通 如此在大厅里绕了一圈 那鲁王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 转头跟提拉说道 我已经将你们带进来了 剩下的事情就靠你们自己了 估计再过一会儿 宋恩就会出面 嗯 谢谢你了鲁昂 你去忙吧 鲁王点了点头 直接离开了他们 去跟那些朋友喝酒去了 今天晚上的宴会 的确十分隆重 在几百米的宴会大厅里 摆着几十张桌子 每一张桌子旁边 都坐了很多人 在宴会大厅正前方 有一个很大的舞台 上面有穿着盛装的 泰国人腰 舞弄摇支 放着悠扬的音乐 等他们表演完了 紧接着又上来了一对 长得十分漂亮的男女 他们已出面 顿时掌声雷动 热闹得很 格宇听到附近的人 好像是在说 这两个上台的人 是泰国非常有名的大明星 至于叫啥 格宇没听明白 不过他们对泰国明星 也不了解 只是觉得 那两个人长得都挺好看 女的青春两立 男的英俊帅气 当下提拉不动声色的 带着他们几个人 直接走上了前去 在离着舞台挺近的 一个桌子旁坐了下来 静静的等候着 那两个明星 在台上唱了一首歌 很快退了下去 随后整个大厅的音乐 突然安静了下来 然后一个三十多岁 嘴角带着两匹小胡子的人 走了上来 欢迎收听 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娘 第四百三十集 充满火药味 这个人一上台 格宇发现提拉的眼睛 瞬间就眯了起来 不用猜也知道 上台来的这个人 就是他们找的那个目标 宋恩 说起来 这宋恩长得还真可以 身高大约一米八左右 身材十分匀 留着寸头 脸上还带着温和的笑容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怎么都无法联想到 他就是要害死提拉的那个人 此人一上场 四周顿时安静下来 先是跟台下的众人 鞠了一躬 台下的人顿时鼓气掌来 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十分欢迎诸位来参加 这次晚宴云云 然后又扯了一大堆 格宇他们也没有心思去听 格宇的目光 放在了舞台的两侧 当气场蔓延过去的时候 顿时感受到 在舞台的两侧有高手在 而且人数还不少 不光是舞台的两侧 在离着舞台挺近的几张 桌子旁边也有高手侦场 这次宋恩准备的绝对是充分 黎泽见他们几个 也在观察着战局 心里想着 一会儿动起手来 该占据哪个有利地势 要从什么地方下手 他们几个人过来 就是跟人干架的 至于这老十字晚宴 也是被他们给砸的 那宋恩估计也不会想到 到这个时候 提拉会来到 他准备的晚宴之上 宋恩今天就要宣布 以后巴提亚 整个地下产业 就要落在他的名下 可惜今天 他终究坐不成 这地下的龙头 寒暄了一番之后 宋恩的表情紧接着 悲伤起来 稀稀爱爱地说道 主委 跟大家说一个 很不幸的消息 提拉大姐头 在数天之前 得到一个消息 他的一个手下 魏赛格 背着提拉大姐头 偷偷运送毒品 从缅甸 越境运送到 华夏的滇南 大家伙也都知道 提拉大姐头 从来不主张 沾染毒品生意的 可是这个魏赛格 却背着大姐头 做出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怒之下 大姐头便 亲自带着几个兄弟 到了野人山 去对付魏赛格 不幸的是 大姐头 在跟魏赛格 拼斗的时候 重担失望 寒恨而重 我也是刚刚不久之前 才得到的这个消息 提拉大姐头 是一个很好的老大 对兄弟们一直不错 可是 大姐头这一走 我们这边 不能群龙无首 不过 在大姐头走之前 就已经嘱吐我 将她的生意 全部交由我暂时管理 没办法 还有一帮兄弟在 我宋恩还要带着兄弟们 继续混饭吃 承蒙诸位兄弟的后安 我宋恩不得不 接下大姐头的重任 带领诸位兄弟 继续走下去 今天邀请诸位前来 就是跟大伙认识一下 顺便做个见证 以后巴提亚的生意 大家尽管找我宋恩 我宋恩也绝对 不会亏待大家的 眼前这个宋恩 果真是颇有心机之人 这一番话说的有理有据 生情并茂 说到提拉遇害的时候 甚至眼睛都红了 差点挤出两滴眼泪来 台下之人 无不被他这一番话所感动 如果之前 格宇他们没有遇到提拉的话 听着他说出这番话来 估计都要信了他的邪了 而从宋恩这番话中 格宇又体会到了 另外一层含义 刚才他说魏赛格跟提拉 火拼 导致提拉重担身亡 估计这个魏赛格 当初能够杀了提拉 活着回来的话 肯定也要遭了宋恩的毒手 是绝对不可能留下来的 这个宋恩做事歹毒 心计深不可测 的确是个很可怕的对手 跟在提拉身边那么多年 提拉都没有对他有任何防备 由此刻见一斑 等他说完这些话之后 台下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不过当格宇的目光 扫视全场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的神情 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很多人也能够猜出来 提拉大姐头死得蹊跷 或者说是有些莫名其妙 仅仅是宋恩的这番话 并不能完全服众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到场 很多也是因为宋恩的胁迫 大家心底肯定也知道 很多提拉的老部下都已经消失 逆迹了 不是这个宋恩干的 又是谁呢 宋恩老大 我们永远追随你 在不远处的一个桌子上 忽然站起一个长着大胡子的汉子 挥舞着手道 当即不远处也有几个人站了起来 宣布支持宋恩 宋恩如今是满面春风 洋洋得意 手里拿着一个话筒 跟台下的人致谢 紧接着有一个大汉上场 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 顿时引起了格宇的注意 此人虽然长得粗犷 却是个修行者 看着手段还不错 他从宋恩手中接过了话筒 一把揽住宋恩的肩膀 大笑着说道 哈哈哈 提拉大姐头死在了野人山 这是个令人伤心的事情 但巴提亚不能没有龙头 今天是宋恩兄弟 接管地下龙头的大喜日子 我巴卡是第一个知识地 台下有哪位兄弟不乐意吗 说完这句话 那巴卡用一双虎目 朝着台下扫逝了过去 众人皆畏惧着巴卡的目光 纷纷低下了头去 我们支持宋恩 做巴提亚的地下龙头 支持宋恩大哥 紧接着便有人高声喊道 台下顿时珊瑚海啸一番 纷纷声援 在这一片大好的局面之下 宋恩和那巴卡对视了一眼 二人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宋恩一把将巴卡抱在了怀中 高兴地说道 谢谢巴卡 我们是好兄弟 此时一脸阴沉的提拉 已经从身上摸出了一张诗巾 开始慢慢地卸妆了 一边卸妆 一边地跟格与他们交代 说这个巴卡 是泰国南邦市的一个大佬 之前他将一部分生意交给宋恩 主要是跟这个巴卡交接 没想到他们会勾结到一起 说着巴卡已经将脸上的妆容 全部卸去 显露出了他原本轻力脱俗的面容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提拉突然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缓步朝着台上走去 突然大声道 我不赞成宋恩 坐巴提拉的地下龙头 这个声音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话一出口 整个宴会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提拉的身上聚楼 在提拉走向宋恩的时候 格宇他们几个也旋即起身 跟着提拉朝着那边走去 钟锦亮已经悄悄地打开了折扇 将众人的法器都焚发了下去 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大战即将搭响 而现在只是一个开端 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提拉大街头 竟然是提拉大街头 他还活着 天哪 我不是看错了吧 真的是他 我说了 我不同意宋恩坐巴提拉的地下龙头 提拉再次清晰地说了一声 这下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话 许多人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台上的宋恩和巴卡 一看到提拉出现在了这里 那表情自然也是无比震惊的 简直比看到了鬼还要可怕 尤其是那个宋恩 一脸难以置信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他反应倒是很快 紧接着就换作一副十分欣喜的模样 直接朝着提拉这边走来 提拉大街头 你竟然活着回来了 这简直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死在了一人山 不等宋恩靠近 提拉突然伸手指向了宋恩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这个叛徒 还有脸跟我说话吗 大街头 您这是怎么了 宋恩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信 没想到 你竟然背后捅刀子 出卖我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 很多人纷纷起身 从桌子旁站了起来 伸着脖子 朝着提拉和宋恩这边看了过来 而宋恩此时的脸色 已经开始变得阴沉 脸上的笑意一扫而光 那双眼睛里绽放出来了寒芒 如同细碎的玻璃茶子一般刺眼 这肯定是要撕破脸了 提拉大街头 乌亚通那么大的干货嘛 你好不容易从野人山活着回来 万一把身子气坏了 可就没人找过你的儿子了 那巴卡一脸音小地看向了提拉说道 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就是专门说给提拉听的 这句话一下戳中了他的软肋 让其变得无比惶恐起来 是 孩子还在宋恩的手中呢 那巴卡的话很明显 就是让提拉服软 当着这么多人 不要不给宋恩面子 用孩子威胁他 这般卑鄙的行径 他们也能做得出来 与此同时 站在舞台两侧的那些人 突然走了出来 竟然是几个厉害的黑衣阿赞 悄无声息地 朝着宋恩这边走来 宋恩也不说话 冷笑地看着提拉 他的孩子在自己手中 倒要看看 他敢不敢再说些什么 宋恩之所以 没有对那孩子动手 也就是为了防备有这一天 如今这个筹码 终于派上用场了 在这一刻 提拉产生了一丝犹豫 这个宋恩太卑鄙了 正在提拉犹豫不决的时候 黑小色突然凑到了提拉的身边 小声用中文说道 提拉妹子 有什么话请管说 我们兄弟几个给你撑腰的 一会活捉着这孙子 让他把孩子交出来便是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小恩不能服软啊 黑小色的话 给他打了一记强心针 是 身后站的几位 都是滑下来的强者 有他们撑腰 有什么好怕的 那今天就要将话 当着所有人的面 讲清楚 提拉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一脸阴小的宋恩道 诸位 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人面寿星的宋恩做的事情 他将我骗到了缅甸野人山 在那里安排了人手伏击我 就是想要让我置于死地 而后 他好坐着巴提亚地下龙头的位置 现如今这个畜生 又用我儿子的性命来威胁我 让我将位置让给他 这些天 他杀了我不知道多少手下 排除异己 就是为了将这个位置给坐稳了 如果他坐了我的这个位置 整个巴提亚 就要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所以 此人不能留 你找死 我今天就要将你和你儿子全都杀了 大不了鱼死网破 宋恩一下就火了 从身上摸出一把枪 直接朝着提拉打了过去 在宋恩开枪之前 格宇就已经有了防备 手中捏着一张黄符 朝着提拉前面一抛 瞬间凝结出了一道钢气屏障 随着砰的一声沉闷的枪响 大战顿时拉开了序幕 那颗子弹落在钢气屏障之上 被格挡了下来 但是随了枪声一响 整个宴会大厅顿时乱作了一团 惊恐的尖叫声 桌椅被撞倒的声音 还有玻璃杯子掉在地上摔碎的声响 全都混杂在了一起 伴随着那一声枪响 离泽剑头顶上的飞剑早就叙事歹伐 直奔宋恩而去 那宋恩也是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脚步一挫顿时朝后退去 巴卡寻急从身上摸出一把砍刀 直接朝着那把飞剑砍去 当的一声催鸣 砍刀跟离泽剑的飞剑撞在了一起 那巴卡身在一晃 顿时被神剑追魂 震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将一张桌子都撞翻在了地上 那宋恩虽然也有些手段 但是却不敢跟提拉他们正面硬帝 在躲开离泽剑的那把飞剑之后 他身形不断后退 然后一招手 对着身边那些不断涌来的手下 阴沉沉地说道 杀了他们 一颗人头 一千万太猪 其实不用他招呼 他身边的那些高手就已经扑了过来 一下子竟有二三十个 直接堵住了众人的去路